如果讓我形容股價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可以用抗份來形容 譬如有一些約談 又有一個罰款 反而市場這樣升的時候 是否解讀作overhang已經過了 即是不明朗因素 你覺得接下來會否還有一些憂慮呢 其實我覺得股價升得有點過龍 因為事實上 如果看回昨天開市的時候 那個成交金額已經是不尋常地高 經價盤出來的成交額 比起它在2019年11月26日上市 當日那個競價的成交額還要高 所以某程度上會留意得到 可能是有一些外來的資金流入的時候 令到股價是在負面消息的情況下 彈上來 所以當然如果你說比較大的可能性 可能有機會是一些國家隊 他們各一各的入市 來對股價來做個護行 如果你說對應騰訊來說 其實大股東減辭當年的時候 就算是一種好好的 這是你 也不應該說的 於是你 一定是在負面的 在負面的 你不應該說 你不應該說 我不會說 有什麼 你不應該說 你不應該說 感谢观看